今天我有一堆的湯水可以推薦給讀者 相信煲開湯的人都知道我說些甚麼 我會建議以下的湯水包括 雪梨雪耳南北行瘦肉湯 西洋菜陳腎豬骨湯 金銀菜豬肺湯 沙心肉粥百合瘦肉湯 海參鮑魚粟米瘦肉湯 其實在這段時間 大家不妨輪流煮來喝 對潤肺、養陰 和為身體打好健康基礎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其實中醫沒有教大家 可以即時打好底 讓自己即時沒有病 所有東西 健康和錢一樣 都是要儲回來的 我們中醫認為 你平時的生活習慣 起居飲食 令到我們的身體少點積熱 少點痰、少點濕、少點風 的確可以降低我們染病的機會 又或者不幸 你真的惹了病 有傷風感冒 其實只要你的身體 不太熱氣 沒有那麼多濕 沒有那麼多風 這些垃圾在裡面 其實你病起來 是沒有那麼辛苦 而且症狀都會輕微很多 其實大時大節 我們除了節制飲食之外 在這個階段 最好我們就是網上聚會 網上Gathering 就是最佳的防疫方法 不要到處去 不要聚會 在這段時間大家留家抗疫 但也不要坐在那裡不動 記住 運動養生 其實都是幫助我們的身體 去抗病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大家記得 都要適當地做運動 另外 飲足夠的水分 但還是要提到那句 中醫是不喜歡別人喝冰水的 所以就算你不喝暖水也好 室溫水也要的 請大家記得不要忘記喝水了 另外足夠的休息 充足的睡眠 其實令到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會幫助它發揮得更好 所以大家記得 就是要放鬆心情 保持心情輕鬆些 令到我們的睡覺也要好些 以及早睡早起 從來都是中國人的養生智慧 記得沒有夜睡了